大家好,我是Stan 因为在节目中提到的有关流浪犬的发言 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这几天,在JTBC的一个节目中 Kimiche说了这样的话 我觉得饲养流浪犬真的很厉害 说实话,狗狗训练师们 专家们绝对不会推荐流浪犬给想要养狗狗的新手 因为流浪犬已经遭受过一次心理创伤 要适应人类需要一段时间 而这个时间很长 那么还不了解狗狗的人也会伤心 狗狗也会再次受到伤害 在节目播放之后 部分韩国网友们以及韩国动物权益组织主张 Kimiche的发言会让大众们对流浪犬产生偏见 韩国动物权益组织透过立场文表示 很多市民团体、后援者、义工们、市民们都在提倡 不要买请领养的口号 因为他们知道在宠物店展示的动物们 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生产 透过经卖后来到宠物店的 也知道留在繁殖场的动物会有多痛苦 每个流浪动物的性格、健康状态都不一样 根据人怎么样去保护 它可能会变成温顺健康的动物 也可能会花费好几年才愿意打开心理 然后如果出演者说了可能会引起误会的内容 制作组是应该要剪辑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太不像话了 在宠物店买就没问题吗 知道狗农场现实的话 就能知道那种宠物店的狗狗们从健康就不太好 完全大错特错的发言 流浪狗保护机关这种地方真的会沮丧的 什么都不懂乱说话才会引发争议 你以为流浪犬就一定是被遗弃受到伤害过吗 流浪犬保护所也有很多小狗 你以为他们也是被遗弃到那里的吗 出演电视的艺人很有影响力 所以说话都要小心谨慎 看到这个后 本来想要领养流浪犬的人 也可能会放弃那个想法 现在在IG生气的人 大部分都是私养流浪犬的人 这些人花自己的时间跟金钱 想要改善流浪犬的形象 所以那种发言真的是不应该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们表示 那句话是需要这么引起争议的内容吗 不就是在说比普通的狗更有警戒性 所以需要更多注意以及照顾吗 说的对呀 Kimichel又没有说 流浪犬养起来很难很辛苦 所以绝对不要养 只是说如果要饲养的话 需要有心理准备呀 只要跟动物有关 就会有夸张反应的那群人 真的很讨厌 那句话根本就没什么问题呀 虽然不是很喜欢Kimichel 但是艺人就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吗 厕里走后是他帮忙养了吗 比起你们房间里的键盘侠 他是更爱动物的人 对 赞成反对Kimichel发言的网友们比例 大概就是5比5 然后在今天 Kimichel上传了这样的IG现实动态 回应了黑粉们 我们家狗狗Kibogi 想要获得关心的时候 就会给我看大便秀 在我眼前会乱拉屎走来走去 Kibogi你这家伙怎么可以在这里拉屎 这样责备他的话 他反而会很高兴 我听说像我们Kibogi一样的狗狗们 又拉了一堆屎 这个这个一直给他们关心的话 他们会高兴的又乱拉 不过屎还是需要清理吧 我们来看一个美丽的新闻 然后附上了一个新闻连接 这新闻标题是 多亏了Kibogi爸爸Kimichel学到了 新闻主要内容是在说 很多人看了节目之后 都有了跟Kimichel一样的想法 透过这次的新闻 学到了更多有关流浪犬的相关讯息 而Kimichel本身就是一个 不管是在屏幕前屏幕后 都是非常挨狗狗的一个人 所以对于Kimichel流浪犬的发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Blackpink惊人的solo共识 根据YG娱乐表示 9月10号即将发表的Lisa solo专辑名 以及主打歌名是Larisa 在这个消息公开后 有位网友就发现了一个 Blackpink惊人的solo共识 到底是什么呢 Chenny的solo主打歌名是Solo Rose的solo主打歌名是Underground Lisa的solo主打歌名是Larisa 所以 起诉的solo主打歌名一定是欧开头 欧开头 又是 Lan 到这里 我们下支一片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